你知道在中国其实有很多的元素可以用来做设计 不是说我觉得中国设计师到全世界去发展 就一定要用中国元素 因为很多中国设计师都不用 因为我生长在中国 在这里长大 所以我脑海当中跟我的生活经历里面 有很多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的观念在里面 所以在我的设计里面一定会出现这些东西 苏绣其实是一个有1000多年历史的一种手工艺 据我们现在来看 因为像一根丝线 大概可以匹成四五十根的样子 很细很细 那我们其实看它的时候有点像一幅画 它已经完全可以融合在所有的笔触里面了 我最喜欢的几次在巴黎的高定时长周的发布 其中有一个是用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 用它作为灵感来设计的整个系列 就是在巴黎的大皇宫里面设计了一个很像空灵风格的一层层白纱 然后作为装置艺术 那所有的模特其实是穿着红色的设计 从出口那里穿过来 就这样于观而出 观众看到的时候是深色浅色不同颜色的红色 为什么只是用红色呢 是因为它在皇帝里面做到了艺术家的一个顶峰 我们把它对艺术的热情 比喻成女人对爱情的热情 还有一个是用水昧作为主题的 那我们用水来表达女性对爱情的一种感受 摩托的身体上有一些是雀跃的水 就是你在恋爱中 可能有一些你是悲伤的水 那你其实是滴滴答答在往下流那样 所以整个系列一共接近三十套作品 其实都是用水在一个女人的身体上的动态 来表现一个女人的情绪 我的母亲告诉我说 如果你要是想做一个好的设计师 首先你要做一个好的匠人 因为这样你就知道一件好的衣服 一件质量高的衣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很幸运地出生在了一个苏绣的世家 可以把家传的一些比较好的精神的东西 和手工艺带到全世界 而且用它来表达中国文化 之前最好的苏绣艺术是 其实是挂在墙上 变成一副艺术品的 那我们把它绣在了衣服上面 并且它其实非常实用的 那整个手工最费时间的地方 其实就在胸前这里 这也是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最容易看到的 中国人的一种习惯 一种对生活美好的追求的寓意是好意一头 那我们就会用这样的花鸟 或者是某一个图案去表达你的感情 比如说这一件其实是喜上美上 我们在过节的时候 人生遇到结婚啊等等 这样的大喜事的时候都喜欢 用这些祝福去传情达意 所有的苏绣其实都是具备艺术价值的 它不仅仅是衣服上的点缀 它其实代表一种精神上的追求 代表了中国的女孩子的精致柔美温婉 我想去鼓励更多有追求的女孩子 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包括中国边缘山区的很多 可能在教育程度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支持我母亲发起的一个计划 叫秀娘计划 我们交给她手工艺 要让她走向社会找到新的自信 希望能够所有像她一样的秀娘 能够用自己的针线去获得财务自由 由此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 因为我想女孩子必须要 自己认为自己被社会需要得到价值 她才能真正获得幸福 整个其实故事都是 一群女性为另外一群女性去服务 并且彼此都能够得到 一切精神上的追求 我想如果这件事情真的 二十年三十年做下去 它成功了的话 这其实是对于我们家族的苏绣 最好的传承 就是精神上的传递 好一头的传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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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